乙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 10号晚上发布声明称 乙军对事发学校区域内的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 发起了打击 打死至少19名哈马斯 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 乙军方当天还表示 杰哈德中央营地旅指挥官阿什拉夫·朱达 在这次打击中身亡的可能性极高 哈马斯方面连夜发布声明否认乙方的说法 声明说乙军公布所谓19名死亡人员名单 是在为其罪行辩护 乙方的指控是虚假且毫无根据的 哈马斯确认 当天在袭击中死亡的100多人均没平民 他们与任何政治或军事活动都没有关联 其中没有一名武装人员